沙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所有人都认为是身体在往前 其实不是的 就是你感觉这个地方是编子棍 或者这个地方是编子棍 身体是编子 你要能把这个摔到天上去 把这个摔开这种感觉还知道 你要能把这个做出来 其实有没有拍子都行 但是你也带个拍子也行 对 对 如果大家这个容易比较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当你就是当所有人击球的这一项 好多人都喜欢在这儿啊 或者这儿啊 或者这儿啊 都喜欢在这儿 拍子这样的感觉 不是的 其实是从这个地方摔 对不对 你看 我就能把自己想摔的一个 就把这个这个人啊 摔长了 他知道那个感觉 然后这个手在上面了 对吧 首先你要把脊椎骨这一块 从腰到脊椎骨这一块 这一块 那你就觉得这是个鞭子棍 可以这是一个两节鞭子棍 都可以啊 然后你可以把它一个甩 甩长 先把这个甩长 先甩出来 不要 不要快 还可以是一个狠的 不要这么狠 不要这么狠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往前给力 你的目的是要把这些换长 就是这样的啊 你看 头不要乱晃 对 然后你夹上手 对 好看 uyo 压 压 压 有人被压起来 对呀 好看 你 不,不要速度,跟正手一样,你看我打的球很慢,它可以打出很快的球 注意力不在拍子上 在胸,在整个脊椎,在胸上面是可以的 你看,就没甩起来,对吧 不要快,快一点都不要快 你看,你一有拍子,你刚刚甩身体就甩得非常快 刚刚那个甩身体就甩得非常快 就出去了,对吧 但是问题 废话,你要找到感觉还要跟我学干嘛 扯淡的事情嘛,教嘛就是教你不会的东西 而且你从前没碰到过东西,我才教你 你什么都会了,还要我交干嘛,还要付我钱干嘛 那不是啥吗 首先,你把这个要摔好 你看,把这个,就是感觉,鸡椎锅啊,鸡椎锅啊 就是把它,你要把它摔到最长 而且它并不是要你往前,是要你往上 这是一根棍子,或者这个是一个两节棍 然后这是一根绳子,这是个链子锤 它知道,然后呢,你把它给甩开 就这么点事情,而且不要最快,是真的很舒服 你怎么怎么把它甩开就行了 然后再加上手 不就出来了吗 慢吧 好大 对啊,那因为你要把它甩开嘛 可以很慢啊 我其实已经压出来了,对吧 应该是 你这链子上,是粘贯的 你不能直接链子出吧 你上手跟我说的 对,就直接出了 甩开,其实你只要把这个上身甩开 往天上甩就行了 就出来了嘛 而且最好这个手啊 最好在上面 这个手在上面 那你这样,你这个手在上面 这个力矩不是大吗 这边不是有多了一点质量吗 你上腰这边的感觉就会舒服了 那我等会,甩着甩,要放下来吧 要死腰身子里放下来 这个就很好 就很顺 要快 没有 对,它并不是怎么发力 而是你去模仿一条鞭子就行嘛 对,你并不需要去发力 说我怎么发力可以变成那样 没有,没有力发 对吧,这个可以再顶开一点吧 保持 这个地方肯定先发力 然后这个地方发力 嗯 然后把这个,甩出来 你上去 你胯,胯 胯 顶起来走啊 还顶出去呢 大 大 对吧 就甩 很简单 这个简单 这个动作也很简单 这个简单 好多人在头上做不到 对吧 你去找这个感觉 你这个地方不是给甩开的吗 这边是横着甩的对吧 你这边别别竖的甩 其实发力完全一样 头顶的这个这个东西啊 就是头顶的正手 还知道啊 你正手是怎么打正手上的 放打出去的对吧 那你那头头顶的方 是一样一样完全一样 那我的正手会有目标 你不要有目标 你只是 对 你看你正手就有个问题 你现在正手有个问题 你的正手有个目标 要往你的想象点 好想象的点 在头顶上 头顶上打猩猩一下 好的漂亮 不要快不要快 对 对 记住千万不要快 一快就出问题 好 嗯 对 你要能感觉到最后 你打到天上 打到那个拍子的感觉 给拍子跟人的这个 反馈是什么 那个拍子要往天上走 你要抓住他 还知道啊 嗯 你是要把这边打开 你不是说从这边把力发上去 没有这回事啊 嗯 再来一次 停停停停 有个这个 哎对 这个地方你要顶住了 你才可以 用刚才那个方法 对 要耐住性的 不是说我要 多快不要 你要耐住性的 你要甩 耐住性的 对 耐住性的去感觉拍子 耐住性的把这个做出来 感觉到拍子 从后面 砰 飞到天上去 你上次跟那个教皇讲 你说这个打球 不是他不打不出来吗 对吧 你把拍子扔出去 我们扔扫子 对啊 那你现在这个是什么 就把拍子往天上扔 往正头顶上扔 扔出去 把拍子 好累啊 都闪掉 把腰都闪掉了 最关键最关键的是 你不要用你能最快 所有人认为 这个拍子要快 不要快 并不是用你能甩的 最快的方式 把这个拍子甩去 而是用最和谐的方式 才能够 然后以后的球 才会快 你刚才有一个做的 其实非常好 非常和谐 头不要歪 往上 好 老腰 对 对 这就很好 你再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手上就有一个定格 拍子就晃 根本不要 因为你到最后一刹那 手才发你的 对吧 对 这就好 看老手 支撑也没有 跨腰 全是散的 不高 撑住 不要用最快的方式 你看我最快的方式 我能够一种快 这么快 对吧 但是实际上 真正发球 不需要这个速度 就是这个呢 那就是这个就完了 然后这边跟那个球合上 就把那灯巴球打得飞快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拼命的在这边实力 然后在这边要有最快的速度和最 不可能的 这大部分人在这地方要有最快的速度 最大的力量去打这个球 不需要 就其实是你整个这个 全部在一个节奏里面 不快的 不需要很快 还能吗 还能吗 拿个球铺 上了不完 上了不完 你看那个胯腰腹肌都没有用上 嗯 就那个就是 对 你把它甩开 踮脚是没有用的 撑住 还是能把它这个 好看 这个球就比上一个快 是你没劲了 为什么 这个球你在起的时候 你给自己 你自己想的就是 我要比上一个球快点 不是 你跟上个球一样快 嗯 这才是最关键的啊 哎 打发球你看 那个发球 在这拍球是干什么的 找节奏的 这个节奏是不能变的 你不要发狠 狠狠不出来 对吧 哎 挂顶出去 又是又开始 找 找速度了对吧 你手在一直在找速度 手不找速度 我怎么样把这个大圆画的流畅 从这开始 我怎么样把这个大圆画的流畅 不要快 快没有用 不是你怎么用力 是你怎么控制自己 不是说我用多少力把过去 那你要用力就完了 你只跑球 这个时间是定的 你会什么 越来越快 你把自己搞散掉了 人不能散 你挥拍都能挥出重量 你以后打球能打成什么 你想想看吧 你看又再 又再往前发力 没有力啊 你手里有力啊 没有扣 轻轻松松 放出去 轻轻松松 放出去 哎 别急着做 先把胯顶好 得胯先把身体送起来 再甩嘛 哎 好的 这不就就行了吗 不要急了 你不要急了 把这个动作完成 因为这个动作一节一节一节 有好多 你一急的完成 肯定有一节就散掉了 就没有了 就会减掉 那你这个球发不出去的 对 就这样吗 那你不管 就这样吗 对 都行 走位 我喜欢你这个动作 你是要让身体各方面协调起来 而不是要用力量 你在追求这边这个效果 不是在追求这个效果 不是在追求这个效果 追求身体的各方面的配合 然后你怎么甩 它会变成一个圆 你可以身体动 哎 孩子没甩出来都不要紧 孩子往天上砸 好 天上砸 但是这个地方不要发力 先甩起来 手再出去 手不要乱歪 你头歪肯定是有个地方发力了 不行 哎呀 好难啊 不知道 好难啊 altet啊 好难啊